一个指着民主党大佬鼻子骂 一个口无遮拦大开地图炮 川普27号来到纽约 麦迪逊花园广场造势 找来站台的人说的话 似乎越来越无法无天 除了有电台主持人扑夫骂劫 还有喜剧演员 把民主党和卷入性丑闻的饶舌歌手 吹牛老爹相提并论 甚至瞄准移民议题开枪 造势场合用段子煽动仇恨对立 喜剧演员Tony Hinchcliffe直言 博多里格是垃圾岛 敲狂言论川粉没几个敢笑出来 让这名喜剧演员只能自己收拾残局 得到机会 贺锦丽乘胜追击 发文承诺将为波多黎各 创造经济机会 美选最后冲此阶段 纽约时报25号公布封关民调 贺锦丽与川普以48%的支持率 达成平手 历经几个月的波折 双方将持到最后一刻 谁能入主白宫 仍然是个未知数 赞点新闻 刘绝宇报导 刘绝宇报导